亲爱的同学们 我是纳塔莎 纳塔莎生命数字看运势 接下来为大家解说 生命数字7的同学们 你们即将迎来一个 怎样的2021年7月份的运势 我们不断的要回溯 2021年你们生命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你们的开运密码跟财富密码 不断的强调 每一个月你们一定会迎来三的挑战 对于高高在上啊 很爱说教的你们 开始学会了人际关系的运作 人际关系的突围 就是人生智慧的真谛 那句话你们真的落实了吗 人脉就是钱脉 所以在7月份哦 你们真的也迎来了工作上一个 全新的赚钱方式跟机会 也绝对离不开人际的运作 这就是你们这一年啊 源源不绝迎上前来的一个生命主题 人啊 你搞得定就有钱 人呢 你搞不定就没钱 7月份哦 这个工作也跟搞定那些客户 那些人有关 反正有收入就会让人很开心 去把你的客户安抚好 努力呢 去把那些人际关系搞定 你已经学习了6个月了 我相信你们应该已经能够 驾轻就熟了 在人际关系上 要更上一层楼 你就要学会哦 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那些人呢 喜欢什么 你有没有头起所好 前半年呢 那塔莎都不断的强调 你要跟人家交谈吗 你要去交朋友啊 现在哦 我们要开始升级了 在工作上 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你学会了送礼物了吗 你学会了更进一步的头起所好吗 这些都是你7月份 可以好好的来练习的 我说过 运势啊 不是来了就走 其实每年的运势 也都是这样一直不断的在轮转啊 三年一小运 十年一大运 只是跟随着运势 在那边转动而已 还是你可以借由运势的降临 学会很多你生命当中 不曾碰触过的主题 那只要学会了 就变成你真正的智慧跟资产 好 所以今年哦 在人的这个问题上 你所学的 就会成为你的宝藏 可以好好的来运作 人的关系 透过你学会 人脉就是钱脉 人流就是钱流的这个智慧 感情上呢 我们来说一说 生命数字7的同学们 其实你们才是那种啊 真的会因为工作而忽略感情的人 这有一个很有趣的原因 你们比较死脑筋 代表有可能哦 你们的专情指数比较高 你们觉得跟着一个人 那基本上变化就不大 但是任何一个人啦 不是说哦 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会在一起被子 如果你不懂得经营你的感情 经营你的爱情 那么感情还是会有变动啊 我要多多鼓励你们在这个7月份哦 多一点重心放在你的爱情上 放在你的爱人身上 既然你在工作上 你都要搞人际关系了 那你的两性关系 也是你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啊 请你也把你的伴侣 你的爱人当作你的人脉来经营 这是很重要的 很多生命数字7的同学哦 都是在感情受伤之后 才悔不当初 那倒不如我们借由2021年 就把感情当作人际关系的一门功课 不断的来经进 那这个月哦很有机会收入多一点嘛 那就跟爱人呢 多去享受生活 这个月一定要好好的跟爱人一起 其实感情工作往往都是同样一个道理 一定要在感情上 多跟你的爱人加温 它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脉 那你说哦我也没有感情啊 这个月对于没有对象的同学呢 可能桃花韵不是那么的旺盛 下个月我们大家就来努力 这个月当然呢 好好学习成长 我们为了要让自己呢 遇见更好的对象 那你要不要先把自己做到最好的调整 所有的机会都是给准备好的人 这个月就请你好好的打理自己 保养自己 学会那些浪漫的技巧 等到下个月有好的机会呢 那就可以开始展开公式去经营一个关系 很多时候啊不是理论 理论呢要拿来做 感情呢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落实 才有可能得到感情的收获 人际关系也是这个道理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生命数字7的同学 你们在7月份你们的财运 你的金钱能量会是如何 这个月呢 你们基本上就是 过路财神 钱多少进来就多少出去 那个钱啊 路过你的口袋 进来之后就会再出去 至少你是一个有收入的人 应该要开心才对 其实有没有也很像人际关系 你跟钱的关系好不好 这也是你这个7月份可以好好的去思考的 如果你跟客户的关系要很好 就要跟他建立很好的互动 你跟你的伴侣关系要很好 也要开始跟他在感情上能够调情 所以这个月呢也很值得 这个过路财神呢 去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跟金钱是不是好朋友 回想哦 2021年的上半年 2020 2019年前 是不是很容易 来到你这里就跑掉了呢 这是7月份 你要尽心冥想的 但是你说 我就是生命数字7 我就很会想的 我又想破头 也想不出答案 如果你真的想不出 要怎么样跟金钱成为好朋友 就请在我们下面留言 你有留言问问题 那塔莎就愿意来回答你 因为每一个人呢 到底为什么跟金钱不是好朋友 这个问题可能不一样 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在我们下边留言哦 给我提问 那我也会找到适合的机会 来回答大家 至少生命数字7的同学们 你们在7月份 有满满的收入可期 有工作的机会 然后可以赚到钱 加油 GoGo 下次再见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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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